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伟的心情就像屋外的阳光一样灿烂 因为新婚妻子苏乐乐怀孕两个月了 陈伟专门请了假陪妻子到医院去做检查 可让陈伟想不到的是 短短几分钟之后 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 不再让喜剧变成悲剧 更让陈伟的人生就此改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当天下午 陈伟正准备开车送妻子去医院 刚坐进驾驶室 却听到妻子发出一声惨叫 陈伟扭头一看 妻子已经冲出了副驾驶室 臀部竟扎着一只长长的针管 他赶紧下车 把针管拔下丢在了地上 扶住了妻子 只见妻子面色惨白 回头问了一句 这针管会不会有艾滋病 话还没说完 人却因为受到惊吓 晕倒了 陈伟吓坏了 急忙把妻子送到附近的医院 就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却流产了 医生说 妻子是因为受到过度惊吓流产的 没有生命危险 可稳妥起见 需要住院观察 一听这话 陈伟既伤心又担心 伤心的是孩子没了 担心的是 那根针管一须有毒 会给妻子带来更大的伤害 陈伟突然想起来 就在当天上午 按摩院的服务员小红 曾经问他借过车 难道说 这件事和小红有关 这时候 妻子的父母也赶到了 陈伟找了个借口 离开了医院 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 赶紧找到针管 送去化验 陈伟想起 当时针管就扎在 苏乐乐的臀部 自己心急随手拔下 丢在了地上 于是他来到原先停车的位置 脚脚落落 找了个遍 甚至把当天值班的清洁工也叫了来 就是没找到针管 陈伟又回到车里找 翻来覆去 也没找到 却无意中发现 副驾驶座位上 有一张纸条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 祝你新婚快乐 看到这张纸条 陈伟一下子瘫软在座位上 眼前浮现的 是按摩院暧昧的灯光 还有灯光下 一张画着浓妆 却显清秀的面容 一个名字脱口而出 小红一定是小红 陈伟口中的小红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肯定 妻子受到的伤害就是小红所为 莫非陈伟之前和这个小红有什么过节 一直以让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 陈伟的受害者 而这一切还要从陈伟的婚事 开始说起 四个月前 陈伟和苏乐乐就快结婚了 两人正忙着筹备婚礼 陈伟二十八岁 是南方某著名设计公司的一位室内设计师 身材高大 长相俊朗 名校毕业 收入颇丰 算得上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未婚期苏乐乐二十六岁 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人漂亮的 就像个精致的羊娃娃 两人站在一起 看上去十分登对羊眼 一天晚上 陈伟陪着未婚妻 走进了一家婚纱连锁店挑选婚纱 为两个月之后的婚礼做准备 苏乐的人长得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可左侍右侍 一口气试了十来件 都不太满意 之后硬拉着陈伟又逛了两家 还是不满意 眼看着都晚上九点钟了 未婚妻却提出再去试一试 陈伟有些不耐烦 劝她别浪费时间 赶紧定下来就是 可未婚妻却大发小姐脾气 说陈伟答应了 要给她一个完美的梦幻婚礼 现在却嫌累嫌烦了 这个婚不结也算了 说完转身 就跳上了一辆出租车 扬长而去 陈伟一个人站在婚纱店门口 又气又累 晚上陈伟开着车 心情郁闷极了 在外人看来 陈伟顺风顺水 爱情事业双丰收 可只有陈伟自己知道 未婚妻一家 想要的完美梦幻婚礼 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压力 当晚 她只想找个地方 好好轻松一下 于是便走进了一家按摩院 为她按摩的女服务员 名叫小红 看上去 眉眼道也清秀 小红的按摩 让陈伟感到周深说不出的舒坦 正当陈伟快要睡着的时候 忽然闻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 当她迷迷糊糊的睁开双眼 发现小红正赤裸着身体 抱住了自己 陈伟一下子没把持住 竟然和小红发生了关系 这一夜的放纵过后 陈伟心里对未婚妻苏乐乐感到十分愧疚 第二天一早 陈伟主动找到苏乐乐 就昨天吵架的事情赔礼道歉 并且保证要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让苏乐乐满意的完美婚纱 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为了找到未婚妻心目中完美的婚纱礼服 陈伟又陪着未婚妻跑了十来家婚纱店 是一家家一件件试过去 直到未婚妻满意为止 真是累到苦不堪言 可陈伟知道 接下来等着她的 还有完美的钻石项链和戒指 完美的高跟鞋 完美的请柬和喜糖 而这一切的完美 已经让陈伟有种想逃离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完美婚礼的压力太大 这段时间 陈伟发现自己时常想起 小红温柔的安抚 和按摩院暧昧的灯光 于是一个月之后 陈伟鬼使神差的再次来到按摩院 并且指定小红为自己服务 这一次 两人之间有了更多交流 陈伟还听小红说起了她的身世 原来小红今年只有21岁 出生在南方一座小山村 因为家里穷 初中一毕业就出来打工 一年前 小红母亲生重病 需要很多钱 没办法 小红只能放下廉耻 走进风月场所 小红还说 陈伟是个好男人 和别的客人不一样 听完这些 看着小红清秀 略显稚嫩的面容 陈伟心里也生出了几分同情 也许是小红对陈伟格外殷勤 让陈伟对她有了几分亲戚 之后陈伟又几次去按摩院找小红 有一次两人缠绵过后 陈伟忍不住把一肚子的苦水 说给小红听 原来陈伟个人条件虽说不错 可起初女友家人却强烈反对 主要是女友母亲 前陈伟是外地人 虽说这眼下收入不菲 可毕竟家境普通 家底单薄 好在女友坚持 两年恋爱才谈了下来 2014年初 陈伟拎着一大堆的高档礼品 上门提亲 这一进门女友母亲盯着她 是上上下下一番打量 驾驶十足的给了陈伟一个下马杯 女友母亲开门见山的说 自己一开始就反对两人交往 凭女儿的条件 完全可以找个更有钱的 不过日子毕竟是女儿过 既然女儿喜欢 陈伟也挺有诚意 为了女儿的幸福 她也可以松这个口 不过必须答应两个条件 才同意这桩婚事 一是南方要在三环以内 买一套不小于一百平方米的房子 二是婚礼必须三部曲 阳光草坪婚宴 二十辆奔驰接亲 马尔代夫蜜月 陈伟一听 汗水滴答直流 豪华婚礼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可当她看到女友期盼的眼神 也指得咬着牙 一口答应下来 即将完成未婚妻梦想中的完美婚礼 她却在结婚前夜去按摩院寻求安慰 她对小红说 自己明天就要结婚了 感谢小红的陪伴 谁知小红竟来阻挠她的婚礼 一定是小红这个女人给自己下了安眠药 婚礼如期完成 小红为何依然对她纠缠不休 婚礼争管流产正在播出 婚室敲定了 陈伟的父母东拼西凑 勉强给小两口出了婚房首付 接下来就是筹备婚礼了 可谁都没想到 两人为了筹备婚礼 分歧不断争吵不休 大到婚房挑选婚礼方案 小到装修用材 加剧颜色 两人都能炒上大半天 陈伟这才发现 未婚妻十足大小姐脾气 事情都推给陈伟在做 可又挑剔得很 陈伟工作本身就很忙 筹备婚礼跑前跑后 可未婚妻却连骑马的体量都没有 强势的丈母娘 苛求完美的未婚妻 婚礼筹备的种种繁琐 让陈伟感到身心疲惫 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婚前焦虑症 把这烦心事说了出来 陈伟心里一下子舒坦了 小红只是静静听着 有时发出一声叹息 有时给陈伟一个同情的眼光 在陈伟看来 眼前的小红更体贴更温柔 正是小红给予了她 她最渴望得到的关心和安慰 也许是彼此敞开了心扉 也许相处之后多了一份熟悉 和未婚妻相比 陈伟更愿意对小红吐露心声 那么小红对陈伟的态度 又是怎样的呢 有一次小红问陈伟 说完美的婚礼究竟是个什么样 陈伟晦声晦色地向她描述了 浪漫草坪婚宴 祭求鲜花拱门 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 在小花童的指引下 缓缓走向新郎 小红听完一脸羡慕 说陈伟的女朋友可真幸福 她要是能有这么一场婚礼就好了 一转眼婚期将至 这时候陈伟已经花了半年时间 装修婚房筹备婚礼 人整整瘦了一大圈 总算得到了未婚妻一家的肯定 婚礼前夜 陈伟再次来找小红 想想明天的婚礼 想想半年的操劳 陈伟挺感慨的 喝了不少酒 她对小红说 自己明天就要结婚了 满美梦幻婚礼就要实现了 这段时间 自己很累很压抑 感谢小红的陪伴 陈伟还说 今晚她要小红陪自己告别单身 以后成了家 可能就不会来了 也不知喝了多少酒 又说了多少话 等陈伟醒来的时候 居然到了第二天中午 她拿出手机一看 未婚妻和家人 简直要把这个电话都给打爆了 这才想起来 今天是两人的婚礼啊 按照当地的风俗 新郎官可是要一大早就去接新娘的 自己居然睡过了头 陈伟赶紧回电话 未婚妻苏乐乐自然是非常生气 要她马上赶过来 陈伟哪敢怠慢 抓起衣服就要冲出按摩院 就在这个时候 小红却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她 叫陈伟不要结婚 说既然女朋友一点都不心疼她 丈母娘又这么难伺候 又何必结这个婚呢 小红说她愿意陪着陈伟 一辈子伺候她 只要陈伟高兴 打她骂她都可以 陈伟不知道 小红已经喜欢上了自己 当时陈伟正急着赶去结婚 哪里顾得上小红呢 在她眼里 小红再温柔 也就是个封臣女子 自己也就是花钱来买消遣的 对她有点感觉是真的 可要说到感情 那就谈不上了 这样的女人居然想高攀自己 让陈伟觉得挺好笑 她断然拒绝 还怪小红不知天高地厚 小红一听这话就哭了 说都是女人 为什么苏乐乐可以有草坪婚礼 她就不行 她可以对陈伟更好 见小红还不放手 陈伟急了 说这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让小红别做梦了 一边说 一边甩开小红 谁知道用力过猛 小红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衣服口袋里的白色药片 甩掉了一地 陈伟低头看着药片 再看看小红一点惊讶 突然间明白自己 为什么一下子睡到了中午 一定是小红这个女人 给自己下了安眠药 陈伟气急了 她指责小红为人太阴险 头也不回的 走了 当陈伟赶到苏乐乐娘家的时候 众人早已等得焦躁不安 面对未来丈母娘和未婚妻的质问 陈伟只好低声下气陪无事 那么这场准备已久的完美梦幻婚礼 还能顺利批行吗 陈伟哪里敢讲实话 借口说几个好哥们 陪他喝酒告别单身 大家喝着喝着都喝高了 就在酒吧里睡着了 这话让未婚妻苏乐乐半信半疑 整个上午找不到陈伟 可把苏乐乐和家人都急坏了 他们几乎打遍了陈伟所有同事朋友 甚至同学的电话 并没有人知道陈伟在哪 可婚礼就快开始了 教廷是不可能的 陈伟就这么蒙混过关了 于是 2014年8月的一天 陈伟的未婚妻苏乐乐 期待的满美梦幻婚礼 终于实现了 浪漫草坪婚宴 祭求鲜花拱门 新娘苏乐乐 穿着洁白的婚纱 在小花童的指引下 缓缓走向新郎陈伟 这一切都和苏乐乐想象的一样 看着漂亮的妻子满脸幸福 陈伟觉得之前的一切辛苦 都烟消云散 都说喜事成双 这话一点不假 婚后没多久 妻子就怀孕了 陈伟高兴坏了 自己就要当爸爸了 于是2014年10月的一天下午 陈伟专门请假 送怀孕两个月的妻子 去医院检查 可没想到 祸从天降 一根针管 让妻子受到惊吓流产了 这才出现了 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看到针管扎在自己妻子身上 陈伟已经有几分明白了 再看看写着 祝你新婚快乐的纸条 陈伟几乎可以断定 这一切都是小红的报复 陈伟深信 发生的一切都是小红所为 那么真如陈伟的推测 小红又是如何把针管 放进陈伟车里的呢 原来就在送妻子去医院 运检的那一天 小红打来电话 想搭陈伟便车 出去办事 本打算和小红断结关系 可陈伟想到 结婚那天小红的纠缠 和当时自己一时情急 话说得很冲 怕断然回绝 反倒惹恼了她 于是陈伟请同事开自己的车 接送小红 没想到的是 小红居然在车里坐了手脚 当天下午 苏乐乐流产住进了医院 醒来就质问陈伟 为什么车上会有个针管 陈伟解释说 当天上午把车子借给同事了 大概车窗没有关好 有人恶作剧 他说自己已经报警了 办案人员拿针管去做了化验 没什么问题 苏乐乐这才放下心来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才回家 这一个星期 陈伟真是忐忑不安 他偷偷上网查找资料 想知道万一被艾滋病针头扎到 会不会被感染 可网上说 有得病的可能 陈伟还是没法判断 针管有没有毒 妻子有没有感染 陈伟更不敢提出 让妻子做艾滋病筛查 因为无论是否感染 都会引起妻子的怀疑 他当然不能让妻子知道 自己和风尘女子小红的事情 于是 妻子出院后的第二天晚上 整理再次来到会所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弄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针管到底有没有毒 风尘女子把针管放在新郎车里 竟害得新娘留了馋 凭什么苏乐乐享受豪华婚礼 她就只能见脉青春 得知真相的新郎情绪失控 又会做出怎样 不及的举动 冲上去 死死的掐住了小红的脖子 失手杀了人 她刚刚组建的小家庭又会怎样 婚礼 针管 流产 正在播出 当天晚上 小红没在按摩院 知道陈伟是小红的客人 按摩院给了地址 陈伟马上赶了过去 小红果然在住处 见陈伟来了 嘴角竟浮现了一抹笑意 这神情更有几分挑衅 像是早就料到陈伟会来找她 陈伟一进门就问 这针管是不是小红放的 到底有没有毒 小红淡淡一笑 爽快地承认 针管就是她放的 陈伟感觉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在陈伟看来 自己和小红 不过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自己并不欠小红什么 小红根本没有什么理由 这么坑害自己 陈伟咆哮着说 就因为小红 孩子流产了 小红听了这话 完事不恭地说 有什么了不起 孩子没了 你们可以再生 接着一下子收容的笑容 露出了十分凌厉的眼神 说后悔陈伟结婚前夜 自己安眠药下得太少 接着还恶狠狠地放话 说针管是一个艾滋病人的 这人马上就快死了 他诅咒陈伟妻子 也没有几天好活 陈伟彻底被激怒了 想起流产的孩子 想起受到伤害的妻子 想起差点被搞砸的婚礼 他再也克制不住了 冲上去 死死地掐住了小红的脖子 并且大声质问小红 为什么要害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听见小红一边挣扎 一边叫喊 都是女人 凭什么苏乐乐享受豪华婚礼 她就只能见脉青春 也不知过了多久 小红不再出声了 身子软软的瘫倒在地上 陈伟惊恐的发现 小红已经死了 他紧张极了 跪坐在地上 浑身发抖 十几分钟过后 陈伟出门买了一支拉杆箱 把小红的尸体装了进去 开车丢到了近郊河道里 没有多久 就有人发现了小红的尸体 并报了警 经过调查 警方迅速锁定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陈伟 那么到案后的陈伟对警方说了些什么呢 自知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陈伟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 他说 要不是妻子苏勒了一家 想要一场完美的梦幻婚礼 自己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可错在自己 要不是一时放纵 就不会跟按摩女小红扯上关系 妻子不会流产 自己更不会杀人 陈伟后悔极了 2015年初 检查机关已故意杀人罪 对陈伟提起公诉 小红家属同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 陈伟的辩护人说 陈伟杀人属实 但陈伟系激情犯罪 而被害人小红也有过错 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那么辩护人的辩护理由 是否能够成立呢 这就涉及到了 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 激情犯罪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激情犯罪 激情犯罪是指犯罪行为人 在外界因素刺激之下 因心理失衡 而在瞬间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我们都知道 人性有它的弱点 在绝望暴怒 这些剧烈情绪的支配下 认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都相对减弱 说白了 激情犯罪就是一时激愤 一时失控犯下罪行 而这类犯罪一般没有预谋 犯罪过程时间短暂 迅猛激烈 难以控制 相对于有预谋的犯罪来说 激情犯罪 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 都相对较小 因此各国法律通常规定 对激情犯罪 着定从轻减刑 那么回到本案当中 小红故意在车座上放了针管 导致陈伟妻子流产 事后陈伟上门对质 小红还用言语相刺激 导致陈伟一时情绪失控 激情杀人 可以说 小红的言行极其恶劣 是激发陈伟犯罪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被害人存在过错 而陈伟系激情犯罪 且认罪态度较好 并且当庭赔偿小红家属40万元 法院采纳了辩护人 重新处罚的辩护意见 最终以故意杀人罪 对陈伟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结束了 28岁的陈伟 原本拥有光明的前途 却将在狱中耗尽最好的年华 21岁的小红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尊管究竟有没有毒 也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 尽信的是 经过化验 苏乐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 这让陈伟也少了几分愧疚 陈伟和苏乐乐离婚了 苏乐乐一家悔不当初 本想嫁得风光体面 没想到一时虚荣 竟给陈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中养大祸 让这个小家庭瞬间解体 而透过这起案件 我们应当明白 美满的婚姻不是物质攀比 不是单方索取 更不是欺瞒背叛 而是相互体谅 相互付出 相互忠诚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再见 农村小伙儿网恋女大学生 并深陷其中 两个人在网上 开始以老公老婆相称 三年后见面 竟发现对方是年过半百的老大妈 跟你聊天的不是李静 而是我 我是董阿姨 朝思暮想的爱情突然幻灭 愤怒的小伙儿闯下大祸 曹锦超法官明日为您讲述 女网友敬许老大妈